寇乃馨与黄国伦两人结婚至今,一直没小孩。寇乃馨迟迟不运的真相竟是,让人看傻。 台湾知名制作人黄国伦的老婆是寇乃馨,寇乃馨现在一档节目中做情感嘉宾。 网友常常他在叫别人的同时为什么不先管管自己的感情呢?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?有人又说到黄国伦是因为他,据说台湾知名制作人黄国伦的老婆。 寇乃馨与黄国伦两人结婚至今,一直没小孩,寇乃馨迟迟不运的真相竟是,让人看傻。 台湾知名制作人黄国伦的老婆是寇乃馨,寇乃馨现在一档节目中做情感嘉宾。 网友常常他在叫别人的同时为什么不先管管自己的感情呢?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?有人又说到黄国伦是因为他。 据说台湾知名制作人黄国伦的老婆是寇乃馨,寇乃馨现在一档节目中做情感嘉宾。 网友常常他在叫别人的同时为什么不先管管自己的感情呢?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? 有人又说到黄国伦是因为他才抛弃癌症前期的,寇乃馨还被称为是娱乐圈上面最嚣张的小三。 寇乃馨真的是小三吗?黄国伦上一段婚姻真的是寇乃馨破坏的吗?黄国伦曾有过一段失败婚姻,欲有一子。 2009年再婚,现任老婆名叫寇乃馨,俩人相恋于六年前,当时台上一起做节目,台下外出红车,同时,很快传出暖昧关系。 寇乃馨的初恋另有他人,名叫常立心,担任年代节目部副总,他俩1998年认识,拍拖长达五年之久,据说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,但后来还是因各种原因有缘无分而分手。 唐立心现任妻子,是一位平民媒体记者。 寇乃馨结婚时还送喜帖邀请,现在两家走得很近彼此关照。 黄国伦前妻任惠君很贤惠,为他生育宝贝儿子,俩人也可以说是患难夫妻。 婚后的几年,太太得了罕见的多发性功能神经硬化症,不仅无法写字,智商还一度降到小学三年级,这段时间黄国伦表现出一个好男人应该做的,精心照顾太太并一起战胜疾病。 经过不停祷告和医治,妻子的怪病两月后又齐继续好转。 黄国伦的创作源头也由此萌发,随即正扎和带领我发行受称赞。 2009年,黄国伦和任惠君离婚,为什么离异,传得最厉害的是有第三者插足。 目前任惠君与儿子一起过日子,生活中的不义不算什么,主要是情商需要慢慢治愈。 优先节目邀请了黄国伦前来担任嘉宾,在节目上,扣乃心叽叽追问老公黄国伦的旧情事,马来程度直逼小S,令黄国伦颇有些招架不住。 事实上,如果黄国伦情事真要曝光的话,那么扣乃心黄国伦情事绝对是值得一提的一段。 据传,黄国伦曾经有过一段婚姻,而扣乃心也曾有个谈婚论嫁的未婚夫,为什么最后,黄国伦扣乃心反而会成为幸福的一对呢? 来围观黄国伦扣乃心情事,在与后乃心结婚之前,黄国伦曾经有过一段婚姻,也就是与前妻任慧君的婚姻。 据传,当时由于黄国伦妻子任慧君得了罕见的病,一度智商下降无法写字,但随后又奇迹般的好转,而黄国伦和妻子的婚姻也逐渐开始出现危机。 最后,黄国伦与任慧君于2009年正式离婚。 在扣乃心、唐立新分手之时,扣乃心认识了出现婚姻危机的黄国伦,两人很快就打成了一片,同车同吃甚至一度在办公室共同加班以四同居,飞闻漫天飞。 对此,扣乃心强调彼此只是兄妹感情,但这段兄妹感情最终还是变成了夫妻之情,2010年3月份,两人召开记者会承认了婚事。 有网友根据维闻时间推算,认为扣乃心早在黄国伦结婚之前就与其友暧昧,似乎是小三。 不管他是不是小三,结婚到现在黄国伦扣乃心确实是表现得相当恩爱的。 任慧君现在也过得很好,所以很多人也渐渐接受他们并送上祝福。 究竟为何引人扣乃心,在跟黄国伦结婚后,迟迟都没有生育呢? 这个问题,黄国伦在受访时表示,因为乃心她本人没什么母性,才自己选择不生的。 她更进一步说,目前两人最感兴趣的事都是想赚钱,她每个月都会给自己跟扣乃心的父母十万元生活费,而每当黄国伦领到钱后,也会给扣乃心当零用钱花用,但家中主持出是由扣乃心负担。 大家也不免好奇,扣乃心与黄国伦前妻的儿子相处得融洽吗? 对此黄国伦也表示,因为孩子已经长大,不希望爸爸对外透露太多她的事,所以无法跟大家公开说明。 两人结婚后,扣乃心曾经看到宋达米女儿宝妹,觉得可爱动了响声的念头, 只是日后出席活动时,又改口表示不敢生。 扣乃心自己也表示,我不敢生,因为真的无法想象,如果女儿长得像老公,该用什么心情帮她绑辫子呢? 对此黄国伦也搭枪,我也劝她放弃,这风险真的太高了。 请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看看,每个人每对夫妻都有不同的想法与选择,只要两人达成共识, 夫妻感情和母才是最重要的。 扣乃心,出生于台湾台北市,台湾主持人,基督徒。 曾就读于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级中学,并以榜首之姿进入国立台湾大学外国语文学系。 现在经常担任伟牙及记者会的主持人,扣才优秀且思维非常面洁,号称伟牙天后,活动女王,也以模仿其他艺人和参演舞台剧为名。 扣之扶序是同样学历良好的音乐人黄国伦。 扣之扣